好,现在是12月8日的凌晨 原本以为它是10点钟才更新的 它在凌晨就更新了 那么现在就有一个黄金播主的这每一个阶段 它是达到6000订阅 就会触发后面这个阶段 然后你往上升 就可以升到6000以上 然后获得6000以上的奖励 相关的就是机密商店终于开放 机密商店 那它可以买这些 那般火焰 一个护肤券 17星 那星之力强化卷轴 还有混沌 还有饰品的攻击力和魔力 一个心脏 还有宠物的卷轴 还有机器人的 券 还有那个 传感器 还有一个活动的机器人 交换券 还有一些特定的脸型跟那些点装 好像它卖的价格是韩服的两到三倍 那些价格就挺贵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是打怪的一个技能 它是个礼物箱 那之前是钱袋子啊 现在是礼物箱 它同样会给相对多一点的经验值 就是打猎500只 就是打猎500只 它地图上就会召唤那些箱子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刚才看右上角有个按键 这个是达到300只 后可以三倍的 那个按键 然后刚才我已经试过了 它更新了拼图的大师 就是拼拼里面一个四乘四的一个拼图 它就是这样 我两个人就无可 那先看到这儿 然后早上我再看一下那个 信封喊那个锤子的活动